加上V230的语徒 Panian 马娃 2023 时 诺王福音 第十章 第十节 2023 时 诺王福音 第十章 第十节 《诺王福音 第十章 第十节》 借主信会继续的给予更多的资源 鼓励更多的教友们来参与活动 就像天主说讲的 我赋予生命 要你活得更精彩 所以这个就是 2023年里面 我相信我们会继续坚持 一晚的扶传的方式 也会再努力的去创新新的 新的读经方式 透过这个新的产地 鼓励更多的年轻教友们 或者有才华的教友们 出来分享他们的信仰 让大家这个信仰和福音 可以传得更广 当然最后还是 网站和YouTube平台 依然是一个我们跟教友们 跟不同团区的一种交流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我们 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跟不同的教区 有一个更好的交流来 来达到一个更完美的共荣的环境 或者是跟天主之间的一个桥梁 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句子 叫做 从做到成为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扶传很难 就是觉得 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不懂从何开始 的确我觉得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过这样的阶段 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我们就慢慢的 我们先回到那个being 什么是being 就是 回到那个初衷 回到那个天主要我们成为的样子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天主一定给你他的礼物 每个人的礼物 那我们要怎样把这个礼物 我们要怎样去活出 这个基督的肖像 我们怎样把这个being 活得更 更自由 更自在 怎样用爱 来去做扶传 鼓励大家 不用怕 我们放下这个包袱 放下很多的忧虑 我们就是回到爱 爱本身 我们能够把自己本身是爱 我们也去爱他人 把这个爱活出来 这样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 一个勉励 也是给我自己的期许 只要我们坚信 天主是与我们同在的 我们要 最重要的是 坚信自己的信仰 继续的去 去履行我们 身为天主教徒 所应该做的事情 努力地去做 天主会降服我们的 戒指虽然很小 虽然我们每个人做的事情 都是很频繁 很微小 可是 天主他很伟大 他把所有这些小小的人 小小的诗 把这些都凝聚起来 让我们可以看见他做的大诗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个很美的事情 所以 戒指先欢迎每一位 一起来 我们来一起 为让2023年 然后成为一个 很与众不同 很生命中 很特别的一年 我们彼此加油 彼此祝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